最近Tesla發生連環不幸事件 到底是有甚麼主要因素影響到股價插水 是因為Elon Musk買了Twitter 還是因為印連傳的不明朗因素 我們有請Benny Sir和大家一一刷解 其實近期 馬斯克很多言論令人廢解 引起很多爭議 首先他介入了俄虎戰爭 然後又公開支持特朗普 引起很多人不滿之餘 就沽他的股票 這是原因 Elon Musk買了Twitter後 他瘋狂沽出Tesla的股票 近期套現了230億美元 所以這才造成Tesla下跌的最大因素 除了外載因素之外 股民都很想知道 到底他經營上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大家都知道Tesla在2022年 多了兩間工廠 一間是德國 一間是美國 資本開支大了 量產多了 本來是好事 不過最近 銷售又好像出了一些問題 令到人擔心 出了一些車會不會賣不出呢 近期出了第四季的銷售和交付量 到底有沒有問題呢 Tesla第四季的交付量 就是40萬5千架車 它自己生產了43萬9千架車 也就是說它有3萬架車是庫存的 市場預期的交付量是42萬5千架車 市場這條已經比之前的一條低了預期 它再不符合預期 所以大家極度失望 落差很大 所以它翌日公佈完之後 那天就插水了 大家都知道之前買車是要排隊 但是現在賣不出 難怪股價再跌 是的 如果我們說Tesla 就由三大銷售地區談論 主要的就是美國、歐洲 還有中國的三個銷售地區 去談論銷售問題 我們首先說美國 由2021年 Tesla的二手車比新車更貴 所以2022年初的時候 Tesla訂立了150萬的目標 但是今年只完成了131萬 因為下半年二手車泡沫破裂 新車就制銷 而且它在美國開始受到福特的挑戰 福特投資了300億 在2025年之前 會將其定熱電動車的產能 增加到60萬部 另外福特的電動卡車 F150 預訂量超過20萬架 一度要停止新車的預訂 有研究顯示 Tesla在美國的電動車市場 佔有率由79%降到65% 證明了它受到傳統車企的挑戰 說完美國地區之後 現在說說歐洲 歐洲挑戰比美國更加大 大眾的純電動車 ID.3和ID.4大受好評 將Tesla的Model Y和Model 3 跌至銷量的15-160 另外大眾的純電動車平台 引來歐地 大眾的純電動車 純粹推出電動車 所以令Tesla在歐洲的佔比越來越低 在中國Tesla受的挑戰更加不同層次 一大堆品牌 其中包括極克、惠萊、比亞迪、小鵬、問介等等 在這麼多的車企之中 比亞迪更加超越了Tesla的全球總銷量 成為它最大的挑戰者 Tesla的股票跌到差不多100元的水平 但是散戶越跌越買 其中韓國的散戶最瘋狂 上網看到不少韓國散戶賣樓 來增持Tesla的股票 他們認為Tesla是第二個蘋果 不過大行認為Tesla只是一個製造業 不應該有這麼高的日價 Tesla引領了新能源車的潮流 但這個行業競爭者越來越多 很難壟斷 它的神話會否破滅 沒有人知道 但2023年的PE計算 它只有20倍 現在買下去是不算貴的 今次的分析到這裏 大家還有甚麼想知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